这句话问的柯文哲只能尴尬的笑 但成功扭转蓝白痘变蓝白盒 马前总统主动拉起其他三个人的手 这一天真的来了 结束2.5小时的会议蓝白盒压力锅掀盖 实现六成民意赞成政党轮替的心愿 焖出一锅好饭 今天我们中国国民党跟民众党 在这里达成了合作的协议 我相信我们为台湾的政治史上 缔造了一个新的记录 白纸黑字四个人签上大名 蓝白合作翻了新页 依据协议内容 马前总统国民党民众党 各推荐一位民调专家 再由三方民调专家评估 11月7号到11月17号 由社会各界公布的民调结果 加上蓝白各提供一份内参民调 双方同意若超过误差范围 由胜者得一点 若在误差范围内 由侯科配得一点 11月18号由马英九基金会 公布结果 大家放下个人 不管这个结果如何 随政随负 我们共同攜手合作 今天大概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刻 今天和政府如何组织 如何运作 这个当然都是一个常识 政党支持度不比了 协议也载明 未来不分区政党票各自努力 内阁方面 国防外交两岸由总统决定 其余部会原则上 以两党立委席次分配 全力的来争取2024胜选 将来我们组联合政府 共同为中华民国来努力 第三波民主改革 这列蓝白和列车终于发车 金新闻综合报道 官方文在平民主改革 科学中华民族 非常广告 是